哦 这是什么封面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Series 7 没有错 这个过了很长时间 决定回来重新弄这个东西 因为之前在某某网站 大家都知道 网站的视频都没了 然后 那它这个原版 它有这个经典版和高清复刻版的选择 我这是选择的经典版 我没有选择高军复刻版 这两个东西的区别呢 其实还蛮大的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区别 我是从来都没有注意过 就是大炮居然在这两个版本里面的 运作方式不一样的 不过这个等我拿到大炮再讲吧 这个太远了这个事情是不是 那么我们进入游戏吧 先说明一下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 我这次会选什么难度 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到 但是问题是这样 就是这个难度呢 我觉得有些地方不是人玩的 所以说 后面比较长的一些关 我可能不一定会一条命大奥底 我可能中间会选择保存 但是这个保不保存这件事情呢 这个很难讲 我要看就是大家的热情怎么样 如果大家的热情很好 然后搞不好我会选择不保存 但是我当然不会在战斗中保存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 他什么要讲 讲的就是 他这个游戏杀敌处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说你能全杀敌的关 几乎没有几关 可能第一关就是唯一的一关吧 所以第一关我会努力的把杀敌找完 而且第一关还不好找 但之后呢 我就可能不一定会考虑这个事情 但是全秘密是肯定的 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那时候看游戏的想法是跟现在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问我可能对Serious Sam这个系列你喜欢吗 我可能会告诉你 我会给他打个8分这样 但是你说我很喜欢会拿他来玩吗 这个是不一定 OK开始吧 Are you serious? Yes 然后第一关就是那个 永远都不知道怎么读那个字 就是那个神 神妙 这些剧情我应该看吗 这个游戏的剧情其实 就像毁灭战士一样 就是也是在 2104年 人类文明被无数的致命 怪物袭击 来自异次元 然后地球的力量呢 被逐渐的打败了 但是因为这个Serious Stone的出现 所以说他成为了一个传说 他会 他受伤了无数次 但是从未被打败过 成为地球唯一的抵抗 这个游战士一样的标志 首先这个游戏呢 他的事情应该是发生在了三代的之后 所以说 是有点混乱的时间线 好 现在要找出一个古老的神器 叫做Time Lock 好 那这个东西呢 要派谁去呢 这个就很明显了 当然是说 不然的话告诉我们这种剧情干嘛 1378年公元前 这个原版的引擎呢 明显是比较旧的 所以说很多东西看起来 没有像新版这么锐利 但是实际上 有时候这种复古的画风 我还真的是挺喜欢的 我先介绍一下Series难度是怎么回事 对比起Normal难度来讲呢 伤害是乘以2 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 他最大的问题呢 是敌人的速度呢 是普通难度的1.25倍 导致了很多敌人呢 在棘手程度方面非常的高 因为这种近战的敌人 冲过来的敌人 因为速度变快的话 很多东西 你要重新是一直掉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Series难度最大的难度 在于这个速度提升 它的怪的数量应该是跟Hard是一样的 Hard的伤害呢 是Normal难度1.5倍 对1.5倍没有错 因为Series是2倍 但是Series难度有一个给玩家补偿的地方 Series难度有一个给玩家补偿的地方 Series难度有一个给玩家补偿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得到的子弹是2倍 一开始拿到这把枪 这是第一个秘密地点 然后走上这个 有时候要经过一下这些地方 这样怪才会出来 所以在这一点上 这第一关可能会漏敌人 就是漏这种形式的敌人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两种敌人 一个是这个 格纳尔 另外一种就是这个 无头火箭手 但是所有的火箭手 他只是单发的 那我们进来这里 所以说一下这个游戏的 刀的伤害非常的高 所以说 这个刀是一把非常好使的武器就对了 那我们走到另外这里 这边 我们可以出去 这个 没有敌人 但我记得转角这里是有敌人的 但我可能要从另外那边走过来 这个非常神奇 然后这个枪呢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这样来避免换子弹的时间 虽然说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作用 就是要从这边过来才可以 另外那边过来就不算了 我基本上楼下的敌人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们到楼上去 又来晚了 如果你在天亮之间来的话 那这里会批一个雷 把这个敌人都批死 然后这里就没有了 然后BVD2在这里 我们从这个边 然后我们就发射器 跳回来 第三个BVD2在同一边 不好意思技术不好 压力三道 这个呢 这还没结束 这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可能是设计的时候呢 他想的这里是什么东西 但是后来呢 把这个东西取消了 所以我 所以这个墙边走 这个地方呢可以雪上跳过来 但是技术不好啊 没有办法 我们走到这个后面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不同颜色的地板 我可以打爆了 十发火箭 打爆了之后呢 这里头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 如果你掉下去的话 你就出不来了 所以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里有个洞 但是应该就是说 他想在这里设计什么东西 但是最后结果是没有做 这是最合理的推测 这浪费了十发火箭 还浪费了我吧 所以他 58滴血 就是为了展示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从自己绕过来 我不敢再用火箭跳 再火箭跳的话我就真死了 然后呢 Series Sam系列呢 他有一个东西 就是 如果你 走到外面去的话呢 走太长时间 他就会持续掉血 这个就像使命召唤系列 通常有一个防止你到处乱探索 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呢就是 Series Sam系列的防止方式 他这个其实有时候很扯淡就对了 因为 有个地方 你很难 很难真的区分 到底该去还是不该去 好了 然后 你找了一二三三个秘密地点 然后第四第五个秘密地点 在这个神庙的下层 首先 可以一发火箭把这个打爆 那这边呢是会放出了Crow Team的设计员 然后左边的这个呢 再放出一些大头粉丝 这些不算在杀敌里面 但是 他可能会把你路给挡了 所以说 你有空还是把他干掉吧 就这样讲 然后我们到另外一边 相同一样的东西 这一关有七个秘密地点 我如果没有讲的话 你记得我是没有讲的 如果认识Crow Team的人 可能就会认识这些分别是谁 但是 非常可惜 我比较懒 没有专门去研究 这里头呢有盔甲 火箭 如果你玩普通难度的话呢 火箭只有5 那现在我明显是有10发 第五个秘密地点呢 比较麻烦 就是要从这边一路往那边退 第六个秘密地点说错了 好 你可以不知道 有没有看到就是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东西 那个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好 准备到火箭发射器 这里头呢会出现 那个 红色机器人 红色机器人呢 他就会发射火箭 他那个火箭的伤害超可怕 在Series难度呢 这个一发火箭 直接把你送走 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 我们不能中 五发火箭可以干掉一个 然后呢 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 我们的火箭 跟他的火箭呢 是会相杀的 所以说 我们 稍微瞄准的时候 瞄准上面一点点 然后他死掉的时候呢 还会 在最后时候 发出一发火箭来 所以说 千万不要被 那个发火箭给打动 那也是很致命的 状况 那我们沿着这个 顺着这个 方向 跑到这个 绿洲这里 这里可以拿到一个 100血量 还有火箭 然后现在箱子 走之前呢 我们把树打爆 这样的话呢 会 出来很多这个 阴神旅妖 那 CVSTEM系列呢 他 比较有 比较喜欢搞的那种东西 就是你拿一个什么 拿一个什么 一点血量 然后给你刷怪 或者是你炸爆一个什么东西 给你刷怪 所以 为什么漏怪呢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是 这个地图设计 它自己本身有问题呢 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后面很多的关 其实 你是没办法拿到全沙皮的 然后再回去的过程中 可以慢慢的把这个 女生的药 你干掉 那我们有的是时间 也不用浪费这个火箭子弹 我现在分数还是没够 我现在分数还是没够 我大概知道需要多少分才是 呃 对的分数 我是不要紧 因为还有 还有不少的怪呢 我们来一下这里有个 濕烟的血量 呃 拿不到了 好了 有几个怪呢 要这样的才刷新 我们走这个 中层的这个位置 这里有一个电梯 我们从这个电梯上来 这里会出现一个叫做 Wirecracker的家伙 那他跟这个Rocketeer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会打出 他会打出五发的子弹来 但是他的子弹 受重力的影响 所以他是走地的 好 然后这里出来 来 这支是比较小的 等一下还会看到一支比较大的 但是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好的 最后一个运营一点在这里 摸一下这个墙 双满线在墙 然后看到噗龙 噗龙呢 是这个游戏里面 比较可怕的一个东西 因为 他扑一下伤害40点 而且在这种1.25速度的情况底下 你真的不能小看他 对走一下那个 那边的那个地方是 会刷出来几个火箭手 这里好像没有 这里似乎是有的 我这个分数现在明显是不对的 195500 我要8600 差的还蛮多的 这里往前走 OK 这里还会再刷出来一支 我少了一个火箭手 但是具体在哪里 就是你了 OK 那这个分数就对了 通常情况下 就是 CV7这个系列 还有一个很 很喜欢搞的东西 就是你到了后面 之后回不来 所以说我一定要确定 进去之前是198600 不然的话这个分数是不对的 进来之后呢 这里还有第三种 不是这样耍的 第三种这个 这是炸弹手 他会扔炸弹 还有他死掉之后 会爆炸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25的血量 没有敌人是不是 摸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会露敌人 有时候我这血量根本就满了 所以我不想去拿那个东西 是不是 但是不拿这个东西 你就会露敌人 进来 这是最后一个房间 这里可以拿到单管仙弹枪 拿到之后呢 这个门就会打开前面有没有窟窿 后面有没有窟窿 一个很好用的方式呢 叫做预先发射火箭 还这样的话 就把那个敌人都全部做好 是不是 完了之后呢 这里还会再刷出来两个窟窿 ok 这个的话这个杀敌树应该是对 然后回甲 8080起个秘密点 ok 第一关 就到这里结束了 之后的关就完全不能保证这个杀敌了 我们可以稍微看看我们的武器 首先 左轮 左轮可以双持 然后刀 刀的伤害非常的高 在某些敌人是可以用这个刀来解决的 到时候也会看到我继续用这个刀 这个刀 我在以前玩的可能不会用这个刀 但是问题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好了 火箭发射器 双管限量枪 这个游戏呢 跟毁灭战士有一个很 出乎异量的相似的地方 就是一发火箭的伤害 大概等于双管限量枪全伤害 所以 巧合 是不是 单管限量枪 单管限量枪呢 在这个游戏里面表面上是没什么 就是看起来你可能是玩毁灭战士玩多 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枪没什么用 实际上这个枪是有用的 英雄萨姆这个系列 其实也确实挺讲究 是如何用核射武器去解答这个谜题这样的形式 好了 我们这边 首先是普通的武侯 我们下期见面是第二关 Saint Canyon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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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